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啊 劉先生是監製 變成他所有東西都會更加入 他很明顯希望可以把電影拍得很好 來啊! 我們老闆也問了一件事 拍完六個月上不上就行 告訴大家最少要等多久 最少要一年了 你晚工七細房 200幾年的時候 接觸到警隊裡的拆彈專家 老闆就覺得值得再搞 所以就搞了另一集 我們兩個這麼好的演員 兩個都沒看電影本 基本上可以了 我當時聽見導演跟我說 因為華哥也很重視這個戲 說他想來現場就是給你搭這個詞 聽了我覺得我眼淚都要出來了 分別強行 一小時 разгご了三個小時 同學已有一小時 整個滑了一個小時 看這幾 advocating 對 他專 Sid 作為演員的專業程度上來說 還是他作為製片 為人處事方面 我都覺得非常讓人敬佩 你知道加多少人嗎 華哥就這樣沒有動作 真的 果然他們很聽話 全部的朋友是不出聲 真是厲害的 華哥因為他本身看著螢幕的時候 其實很開心的表情 看到他是很投入他的工作態度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看著我們都會很留意 或者很用心去教導我們怎樣去演 剛好去金馬獎的時候 遇到劉山 他就說 責丹燕射你 他經常都在現場看 因為我其實做的都是文系 例如一層中槍 我要踏低 我都問他 我這樣踏得很不好 有了 按得挺好的 沒事沒事 在這裏很衷心感謝他 他教會了我很多在動作上面的知識 拍拆彈二 我第一天開工 我就要跟劉山有一個對手戲 誰不知一開始 我是整段對白 變成了 最厲害的就是 劉山是記得我所有的對白 買500幾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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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做之前 我們都會在外面聊聊的戲 有什麼東西 聊聊大家的日常生活 他是幫助你跟他演戲 劉山他也都很肯教我 告訴我 其實可以這樣演我 一個很有禮貌 很有熱誠 很努力 做事的一個人 華哥有一個細節讓我很感動 因為這個戲我講普通話 還有其他演員是香港人 他講廣播話 你可以放了 你一路放你一路講 你一路講 你一路講 華哥就會跟他們講廣播話 面對我他會講普通話 因為他自己是演員出身 所以他很清楚 不知道演員怎樣才是最好 或者怎樣才是最舒服 我覺得很開心的就是 拍攝之前可以 圍讀這個劇本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所以正式拍攝的時候 就會很順利 圍讀是想看看其他演員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看法 其實是一個溝通 當他給意見的時候 他會先聽意見 還有給很大的自由度 我們 其實能夠見到這麼多 這麼好的演員一起 拍一部戲 我很開心 很難忘記 兒童